河南郑州上千人排队啊 就为办一张烟花爆竹许可证 这绝对是好事 我们呼吁很长时间了 这个龙年春节 有没有可能让我们老百姓 快快乐乐的放一次鞭呢 央媒也评论说 中国人辛苦了一年 我们有旅游 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 为劳犒劳一下自己 我们感觉这次郑州做的就很好 就在最近这两天呢 河南郑州相关部门表示说 春节期间允许大家有条件的 在指定区域进行烟花爆竹的燃放 为此呢 从这两天开始 整个郑州市就开始允许商户伴侣 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了啊 虽然允许大家放编 但是我们必须得严格管理整个流程 消息一传出来啊 上千人连夜排队 就为了办这张证 为什么大家这么积极呢 因为第一大家都清楚 能够发的这个账数量肯定不多啊 并不是你想办谁都可以办的 毕竟烟花爆竹的销售 它有一定的风险 另一方面呢 大家觉得这真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啊 有人就说啊 一只简单的加特云嘛 你在产地可能二三十块钱就能买到 你未来在郑州市内销售的话 你能卖六七十甚至上百块 简简单单的一捣手就能赚两倍到三倍 尤其是烟花爆竹的销售的网点可能没有那么多 而广大老百姓有非常巨大的热情要来放鞭 毕竟一年只有这样一次机会 尤其是时值春节嘛 广大老百姓是很愿意消费的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张账简直就是会下金蛋的鹅 你只要能办到这张账绝对是稳赚不赔的 因此有那么多人愿意连夜排队 这说明什么啊 这说明我们民间真的是有很大的消费热情的 这半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探讨说 哎呀民间消费欲望不振 CPI指数为负 房价车价猪肉价通通都在跌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刺激消费 让我们经济雪球不断的滚动起来呢 大家看到没有 烟花爆竹的消费 我们是很有热情的 商户都要连夜排队 我们可以想见一下 憋了一整年的中国老百姓 市值新春佳节到来之际 就在那么几天允许你放鞭炮 那么未来可能所有的烟花爆竹销售网点 都是会非常火爆的 那么各级地方政府有没有可能 要好好的利用这一点呢 你想啊 如果我们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 允许大家短暂的放鞭炮 这一定会点燃民间的消费热情的 老百姓可以快快乐乐的 过一个有年味的春节 而广大的商家生产厂家也能赚到钱 这是两全其美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们真的建议各级地方政府 能不能够向郑州学习一下 也短暂的把这个封禁打开一下呢 这对促进当地经济一定是很有好处的 而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解禁的同时 要做好规范 什么意思 郑州上千人排队 没有证 如果你就发一百个证的话 我们真是想问一下 你这个证是怎么发的 是先到先得呢 还是进行评判呢 会不会有暗箱操作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只要办到这张证 你几乎是笃定能赚到钱的 那么好 我们就希望把一切都摊在阳光之下 合理公平公开的进行销售啊